大家鼓掌欢迎 特别选择了他的近代的文人词画这一段 这一段到底和预谣词 它有什么关联 他自己又有什么特征 我们今天的讲座选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 特别有请到了 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李新华教授 他会把这一段陶瓷 以及他的陶瓷的美学特征 置身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环境之下 来为我们解析 那李江生呢 他是景德镇陶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 也博士生导师 他也是中国文化人类学学会的理事 长期从事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器物美学的研究 他曾经写过 中西文化激荡下的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等著作 那我话不多说 接下来呢 掌声有请李新华教授开讲 谢谢刘主任 谢谢各位观众各位朋友 很高兴能够来到长沙 长沙博物馆做一个讲座 实际上今天就是想把我自己 对其实景德镇陶瓷的一种变迁 或者一种从日遥 到近代的文人的这种实话的变迁 把它放到一个什么呢 更大的一个社会背景中 在技术变迁 社会变迁 文化变迁中 来定位日遥的这个美学 以及日遥在清宫廷解体以后 那么封建电视结束以后 日遥的美学 它转化成这样一种的文人美学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场景嘛 这个过程 我的提纲想从六部分来讲 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前面还讲 中国陶瓷文化的底色和单诗诱 因为其实日遥 景德镇能够在元代 有佛梁词局 明代景德镇月遥厂 清代景德镇日系厂 其实跟中国悠久的陶瓷文化 是有关系的 其实在上万年的 中国陶瓷文化中 其实我觉得的话 在造型方面 在文史方面 它为后来 明清时期的日遥的话 其实已经打下了 非常好的基础 那我称为底色 等会我会放一些图片 你看五千年前的话 中国古代我们先民 那种优秀的工匠 它的造型能力和张势能力 其实已经让我们惊叹 让我们惊叹 我们甚至用今天的标准来看 丝毫不落后 而且它的美学很超前 然后呢 因为单CEO实际上是 中国陶瓷的这样一个亮色 为什么亮色的话呢 陶瓷的最初出现 它其实什么呢 实际上是跟追求日的那个质感 其实也是对日的一种替代 或者中国的上日的美学一种替代 所以我们讲的从 包括上 陶瓷的茶经里面 都有这方面的很多的认识 然后呢 其实第三第四部分 就是讲的日曜美学 因为日曜美学的话呢 其实两块 一个就是它的彩词 这个彩词不但丰富 不但卫微大光 而且呢 它呈体系 它有宫廷样式 宫廷样式 然后它的单CEO 其实我们讲 任何一个地方 有可能的色 就是它的EO 可能一两种色彩 但是只有在日游 它把它进行理智化 理智化集成 所以变成这种礼泥 而这个礼泥的话呢 跟中国古代的天 地 日 日 像北京的天坛 地坛 日坛 日坛 其实用什么颜色呢 就是什么 天坛是用青色 然后呢 地坛用黄色 日坛用红色 然后日坛用白色 它是用这种词曲进行的 这种配天的 所以这契奉礼泥 那么当然呢 近代 其实中西文化激荡的社会变迁 我们讲的 中国的陶瓷 也在发生变化 所以近代的话呢 在期末的时候 有一种潜降采 就是我们讲潜降采到 就是潜降山水 到潜降采 然后到20世纪 30年代 景德镇就有一个什么呢 已经是不守于宫廷身份的 其实这些人的这初 也是宫廷画师 然后面流到民间了 然后呢 其实是 我们现在讲 知识人帮友是接涉 其实我觉得的话 你们大家可能知道 它这一初接涉 还有什么 还有深层的角度 有深层考虑 它是什么 要通过这个工艺是占钱的 所以呢 它是要适应市场的 所以我们大概今天 就是从这六个部分来讲 那么前两个部分 其实简单回顾一下 大概就是 以三四部分 作为一个重点 因为前几天 可能上个月 北光华老师 讲个一次 他对文艺区呀 都情价彩呀 都讲的 我就不做更多的讲述 中国陶瓷文化的底色 但在我们中国的话呢 可能我们在这都知道 其实陶瓷陶瓷 China 中国大写的是什么 China 小写是陶瓷 陶瓷你看 Porsaline Cheramic China 有几个词 那其实小写China 就是陶瓷 那么作为瓷系之国 就像郭沫若先生讲的话 中华向好瓷之国 瓷叶高峰是尺都 那么他的陶瓷文化 润润流长 你看这两个器物呢 是五千年前的 上海附近的松泽文化的造型 大家看一下 这个从他的 他的线条 从他的形质 从他的这样一种呢 我们讲这种造型的 这种 你看这个是有九层的 你会发现它非常神秘 也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挺拔 所以说话 这个放在现代 我们讲就是陶瓷大学的 一些设计学的学生 如果能做出这个 也就是一百分了 不能再少了 不能再少 你看这个是 也是死前陶瓷 这是一个陶河 黑色的陶河 这个看也很漂亮 这个很漂亮 那么我觉得的话 这里面用几句话 来稍微说一下 一个中国地理将入辽阔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 死前陶瓷 以真金美 我用的金美这个词 当然它可能有些 有些可能有些咬口 可能差一点 但是有些咬口 非常棒 非常漂亮 所以中国陶瓷文化 灿烂辉煌 你看下面几张小的图画 其中有我们湖南的 有我们湖南的 就是高庙的 你看这里有好多 这一块大概都是松泽那边 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处的 黑陶 这个黑陶 后来跟农山文化 是很大的关系的 我们讲的话呢 后来可能对商代 商朱 商代的话呢 北陶 我们所知道下代上黑 下代 如果说我们没有文字的话 如果去寻找下代的话 下代是上黑的 那么这个瓷器 这个陶器就是上黑的 是一种黑色的 那么这一张里面 就是我们湖南的 湖南的 湖南的 秦家平的 你看 这个亚妖怪 这都是六千多年前 所以说话 我们现代人真的惊叹 我们先臂 我们的祖先的 这样一种造物的伟大 造物的伟大 你看这个放在现代来讲 我们讲 他的这种美学 丝毫不落后 而且是很前卫的 很时尚的美学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会 当我在写的这图片的时候 我真的是想 古人怎么这么厉害 他在五六千年轻 他达到那么高的 什么水平 什么水平 你看这是 河南的大河村的 河南大河村的 那么这里呢 它是一种什么 就是我们讲彩桃了 那么这里的彩桃 大家看的话 这里面有一些波 有些奔波的鱼面鱼文盆 还有这山珠 大地湾的山珠波 还有就是我们讲的 大河村的 还有龙山的 大温口的 这种陶鬼等等 那我们讲这里面 你看这些造型 已经丰富 非常丰富 这里面呢 应该讲 它给人感觉的话 其实也是很精美的 当然这个大河村的 应该说 它是星象文 观察天文的 那么其实古代 死前的人的知识体系 是两个 一个是天文学 一个是农学 所以在 如果我们看 死前的淘气的 文士解读的时候呢 一定要从天文和农学 这方面 农业这方面去解读 而不是我们现在 这种画人 这种画人 你看这里面两件的话呢 其中有一件是下家垫的 下家垫 你看它这个淘里的话呢 非常漂亮 而且呢 它是往上挺拔的 一般的 我们看像时髦啊 像什么 如开河 那个淘里很粗 包括包括陶寺 包括奥里头的 但是你看这个 这一件 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而且呢 它是往上走 往上走 这马家尧的了 马家尧的 大家看哈 马家尧的彩淘 非常的丰富 非常丰富 你会发现 其实彩淘里面 它有很多的 其实它有很多 可以有规则性的东西 它的图案造型 你看一点 再三点 然后呢 有四点 就这里面的那个 这个文士里面哈 有些是被飞的鸟 有些被飞的鸟 当然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有些 湖边三角啊 等等哈 当然这个呢 就是这种 马家尧的文士 确实话 我们可以后来 跟两手文化 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像湖边三角 人形 很多的鸟文 蛙文 这都是上古时期的 淘气的一个 基本文士 所以大多数都有 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的话呢 就把所以 只要是有鸟的 就变成凤 其实我不同意 这种看法 我认为凤呢 其实呢 龙凤概念 其实是后来的概念 多人一提 严禁格局概念 这一抽 比如像我们讲的话呢 像凤鸟啊 那个枝鸟啊 什么玄鸟啊 等等哈 它就是一种鸟 全国国地都有很多 但是呢 什么时候开始有龙凤的话呢 我认为这个到周代以后 可能开始呢 龙凤开始就 变成一种图团 会一种认同的符号 这一抽 可能不完全都是讲龙凤哈 这一件淘气呢 是江苏那边 错灯的淘气 你看这个黑淘哈 已经非常漂亮 这个当这个看不清楚的话 这里面有很多精美的文士 它这里面像一种回文等等 很多文士 里面很精美哈 精美 所以像那个 它上次跟我们现在两组文明 是吧 松泽的 两组的 然后呢 包括我们叫马家邦的 都是相关的 还相关的 这个黑淘已经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好 我们又通过这几张图片呢 简单看一下以后 我做一个总结哈 就是说我们死前 中华先民 已经拥有精湛的制淘机器 陶瓷造型 在五千年前 我认为已经 基本上是成熟了 并流程至今 有些已经在现代 就流下来了 所以后来的 日游的很多细形哈 它是长期积淀的 它并不是一下子出来的 然后死前中华各文化区族群 已有独特的图层符号 和色泽片号 比如说像松泽的鸟纹 比如像高庙的獠牙纹 蝴蝶纹 比如像马家邦的蛙纹等等哈 它就有各个地方呢 就独特的哈 那种图层的符号 以及色泽片号 在陶器章势上 已经大量出现 比如像八九星啊 什么像鸟啊 飞鸟 还有那个什么 很多的鱼纹啊等等哈 这个就是事前 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有的话 第三点 死前淘气种力和功能 反映了东西南北 不同的地理环境 生计方式和精神信仰 因为我们只要看 我们中国的三基地 三基地形是吧 然后气候 包括什么呢 从藤冲到墨河的这条线哈 你会发现的话呢 我们中国的 其实是陶瓷的 它有个文化区 死前文化区的话 这里面的话呢 它跟生计方式 因为稻作农业 汉作农业 还有那油墨的话 它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从稻作农业 汉作农业的话 它的吹气 引气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哈 所以呢 这可以从例行学来进行 进行那个研究 另外呢 死前时代 不同文化区之间 已经有了制陶技术 和陶器张势的交流和传播 你比如说 我们湖南高庙的八九新闻 但是在大温口 在龙山 它也有八九新闻 跟这个八九新闻 基本上是一处同工的 一处同工的 所以我们认为呢 它有可能是 或者是器物流动了 或者是人流动了 流动了哈 这是简单的 把第一个部分 做了一个简单回顾 简单回顾 第二的话呢 其实中国陶瓷话 瓷器的时代 因为中国陶瓷审美 它的亮色就是 就是从日 日色 日色 那原始清词哈 原始清词 那么一般来讲 像商周啊 东晋的话 我也晋的时候 这块 那么这里面 它的气形 有些有些变化 有些变化 你看这是瑞瑶 瑞瑶哈 就是我们讲的 浙江上林湖那边的 瑞瑶 它这个 你看冠 透湖 什么然后棒锤瓶 这个回口碗 等等哈 这个已经可以后来 都行之都没什么太大变化了 这是行瑶 瑞瑶 我们讲的是 鱼冰哈 南方的 行瑶是北方的 所以行瑶是白瓷 然后瑞瑶是青瓷 青瓷 这里你看那个背带湖 明显的话呢 明显的话呢 跟北方的生活有关哈 那这是定谣 定谣 定谣的话 这里你看这个造型也非常漂亮哈 非常漂亮 很人润 又很挺拔 很挺拔哈 这是琼瑶 那么就是四川的哈 我们像陆入茶经里面讲南清北北哈 他其实呢 没有把琼瑶 长夏要放进去 其实长沙也要跟琼瑶 他属于唐代的时候 南清北北之外 还有一个西彩 包括我们讲的话呢 唐僧彩 当然长沙彩 更多是名气哈 更多是名气 当然呢 琼瑶的右下彩 右下彩绘 其实这个右下彩绘 后来跟我们讲唐僧彩 包括后来全到日本 那两三彩 都有很大关系哈 像长沙也的点彩啊 其实因为琼瑶跟长沙也嘛 长江流日 所以我认为长江流日的话呢 应该未来可能研究会 拓展到长江流日 这样一种技术交流 来研究中国陶瓷史 这是我们讲的 所称的密瑟史 过去的密瑟史 一千年不知道 什么叫密瑟史 有很多说法 很多说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吧 在省西奉享法门寺 然后出土的 大概几件的那个瓷器 然后就里面有明确的 瓷密瑟 所以我原来猜 这叫密瑟史 什么叫密瑟史 就是热瑶的这极品 清瓷的极品 就是密瑟史 所以呢 能够在 现在在浙江博物馆 在故宫博物馆哈 我们有 那就是法门寺的 这个是他的 清色 清词 你看 陆瑞查经 唐筹的话 一个陆瑞 他怎么讲呢 他其实呢 把 用为 热瑶跟行瑶的话 他认为行瑶不如热瑶 你看行瑶利宁 热瑶利玉 行瑶利血 热瑶利冰 行词白 而茶色丹 热吃青而茶色绿 所以他认为行瑶不如热瑶 三点 但是我认为行瑶也很漂亮 但是他只是一种上日的审美 那么相对来讲 热瑶可能更加日志化一点 更加那个 就是他的幼色 更加漂亮 更加漂亮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尊瑶了 尊瑶 其实到 在我们讲丹瑟诱的时候 为什么讲丹瑟诱 因为丹瑟诱美学 像唐朝 宋代 包括那个 宋代已经极致的话 其实就中国的文人审美 他都是文明 所以我们讲的 其实丹瑟诱这块 其实已经隐藏着我们讲的文人的意趣 为什么呢 雨过天清 雨破去 这边沿沙作将来 千锋翠色 很多很多 我们你会发现 很多唐宋词器的词器的命名 基本上都是以智人的色彩来做命名的 他又表现了中国文人的 我们讲这种智人的审美 所以已经有文人的意趣 你看这是瑞瑶了 这个在台北故宫 这歌谣 歌谣的话是我们讲叫 也叫兵片 兵列文 也叫列文佑 也叫百极岁 我们一般来讲 像歌谣跟宋关谣里面的话 大家看看这里面 叫大器开小片 小器开大片 这就是我们鉴定的 比如滋口铁足 这一块 金丝铁线 那么如果鉴定歌谣的话 你看这一个 这里面这一个 它就是小器开大片 那你看这是下面的 叫大器开小片 这个所谓大器开小片 这是我们鉴定郭谣的 这样一个什么 一个法则 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 姚中谣 这是锦德镇 你看在宋代的时候 锦德镇时期 清白此经不同于热谣 也不同于熏谣 它是叫什么 它是一种什么 叫清白 就北里犯清 清中犯北 清白此 清白此 所以我们在当时的话 被皇家 被重代的皇帝 所欣赏 所以以后 1004年 曾宗皇帝的市民 锦德镇 原来叫昌南镇 后来叫锦德镇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山东其实原来一个锦德镇 后来因为江西的锦德镇 起来以后 山东的锦德镇就没有了 才慢慢的就已经是 那个提示舞台了 那我们看看 就是实际在古代 在宋代的时候 在上层社会 它的应用场景 你看这是韩西载夜宴图 你看这里面有清白词 也有清词 你看这里面 它有一个踏 然后这种上层的 这种宴会 你看它这里是 就是我们看了 其实中国古代 很多的接待 这种接待朋友 接待友人 其实是分餐的 也是分 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 是一种打造会的 糖筹 你看下面一张更加明显 这是宋徽宗的文会图 就是徽宗皇帝自己画的 你看这里面 他一帮的这种朋友 在外面 在郊外 你看这里面 每一个客人 主人的前面 都是有一套东西 一套东西 近代主人 近代包括我们国内 国内有些地方在搞宋宴 所以就是宋代的瓷器 就是这一块 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 也在做这个东西 宋宴 你看这是文会图的 你看这是主人 这下面是仆人 这是仆人 做服务的 你看在点茶 准备茶 包括自己忙着脱衔 自己喝点茶 这个 这是北宋帝王 什么 那我们讲的 唐宋瓷器的话 其实中国瓷器 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你看南清北北 商风地势 那么南方的油厂的话 可能它更多的是 以传统造型为主 工匠的话 更多的 可能在右手上下功夫 所以模仿日 日的质地 和美学为追求 所以像陆雨 给的那个热摇 北新也好 其实也是从日心理 从日心理 从日心理 其实在中国到现在 一直是 还延续下来 包括民间的 我们过去 日系从李日 到后来的 一种吉祥的配日 应该讲 现在的话 它一种 日文化的心理 日文化心理 宋代古代名谣的 丹丝又美学的话 就是这种 从日审美文化的表现 以日职和自然之色 为记忆追求 由于记忆的支持 和极减审美的追求 那么 助替宋代瓷器 呈现 以造型和右手提升的 千年器物美校高峰 我们现在讲宋代 美校高峰 从陶瓷来讲 从右手来讲 宋词真的是 一个经典 后来的 明代访宋 清访明 清访宋 官有了很多的 气形 其实什么 其实就是这种 传统的 宋代的 一些陶瓷造型 包括青铜的造型 作为一个模板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讲 宫廷美学 要讲又单身又 因为这个 它的渊源 是跟着有关的 跟着有关的 等会我们看到 其实中国的话 这个在社会变迁 在技术变迁 在审美变迁 其实陶瓷的话 它真是也 以 它不出身 是一种器物 来表现的 等会我们放一张图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那宋代的美学 就是一色胜万彩 它是单色 单色 然后极简 我们讲宋代美学 极简美学 自然美学 然后单身美学 你看这里面 五大民谣 五大民谣 它的器物的造型 你看它就不需要张饰 就仅仅一造型 它就能敢 那我们讲 就像一个小姑娘 清水去芙蓉 天然去雕作 它不需要画张 不需要画张 那我们讲的话 宋词我认为 就是这样的美学 你看 从唐宋到明清 中国的智慈叶 清神的独特的 单色幼 单色幼 色系画中体系 色系 那么我们现在 西方里面是 赤橙黄绿青蓝紫 其实中国古代 我们的色系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五色理论 东方青 南方的是红赤 北方的水 西方的金 中央黄 五色 那么其实绿色跟青色 不绿色跟蓝色 所属青色 你看我们讲的 青蛆蓝胜蓝 是吧 然后呢 紫色属于红色 所以呢 你看这里面 青色系很多很多 你看 天青 豆青 冬青 粉青 梅子青 等等 你看这里的命名 都是智人的 都有文人的那种 意趣的东西 绿玉 绿色的玉 你看瓜皮绿 平革绿 孔秋绿 植母绿 菠菜绿 阴歌绿 等等 蓝玉 你看这里包括 宝石蓝 撒蓝 女子蓝 母蓝 海水色等等 这块很多 你看红色就要更多了 红色我们现在讲 巨红 狼红 大红 抹红 珊瑚红 胭脂红 江豆红 美人醉 桃花浪 其实江豆红给美人醉的话呢 其实是什么呢 他们两个东西是一个发色问题 一个稍微偏黄一点点 偏绿一点点 就是什么 就是江豆红 然后呢 美人醉嘛 美人醉酒 我们讲的就是什么 像我们讲 唐超的贵妃醉酒 肯定是红的嘛 所以这个是红的 然后玄色气 稍微少一点点 黑色 墨彩 乌金 古铜 古铜就是仿 铜器的 然后呢 剑斩的天墨 你看就是那个 就是 拓豪 游滴 折骨斑 戴帽 然后黄色系 黄色系相对讲的话呢 很难做 是很难做 但是这里有一些 白色系比较少 像日北啊 象牙北 德化的象牙北 简直是清北 然后永乐的就是田北 那么 但是我们 你看这个 其实到宋代的时候呢 已经形成的陶瓷右色化 你看非常漂亮 这是我起了一个景的真的一个 民间的一个人在做的一个图画 他 你看这前面是这个是白色系 然后呢是青色系 蓝色系 绿色系 红色系 紫色系 你看这里 只有到这个时候 那么 明清 日游才能进行 右色的 跟天地 跟四方 进行理智化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话 这么多色彩 他不可能做这个理智化的工作 所以呢 这个也是呢 唐宋时期 这个国家地方的窑口 做得这么好 所以也因为这个一关 那么好了 因为景德镇是日游 所以呢 到景德镇明代的时候 就集天下之大城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中国那么多窑口 其他地方窑口 包括常常窑窑 它的技法 它的那个种气形的话 它的右色比较单调 而景德镇 什么都有 包罗万象 因为它什么 它是皇家的工匠 所以呢 皇家工匠 后来呢 找到民间的话呢 也把这个技术带到民间 所以在我们国内的话 所以每一个地方的 陶瓷的右色 能够可以跟景德镇北面 景德镇明间很多的 拥有节级的话 它配色 配的右 那么配的非常漂亮 这个概念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个色彩理论 这就已经开始 为明清的 右色的理智化的集成 做的基础 好 那么这两点 我们呢 实际上是在讲 在讲我们讲 工匠美学的时候 做一个铺垫 做一个铺垫 你看单色右的总结 那么我们有这样几点 在智陶和野童基础上 中华先民 率先畅收出词器 实现了 自识继续的 生机换代 那这是这些换代 我们讲的 这些智陶的话 其实是无中三有 那么从陶到词的话 我认为那是 叫生机换代了 生机换代 我们经常有一个成女 大家可能不去考虑 像说女娃造人 好像就是神话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放到 智陶的女性中 远古是女性智陶 那女娃是女性智陶 女娃用泥土智陶 女娃用泥土造型 人形的陶器 那么女娃造人 就完全落地的话 就完全落地 所以实际上的话 我们现在人力学 包括一些神话学的东西 其实放在某种 特殊情境下 我们可以进行识读的 第二 唐代智词呢 以形成南清北北西彩 三足鼎立之士 宋代民谣 禁忌斗言 丹生又审美达到极致 然后呢 唐圣时期丹生又气 以模仿大资源色彩 为最高追求 以形成独特的陶瓷 右色美学画能体系 就是我们讲的话 就是崇尚智源 然后呢 崇尚日气 是这样的感觉的 就中国的日气文化 所以在陶瓷上呢 实际上是一个替代 其实我们来知道 新铜器 包括像陶瓷的话呢 像瑞瑶有些瓷器 这些都是替代青铜器的 你会看到很多的 它的造型 跟青铜器有关 那么我们 好了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以景的镇瑶 智的优良 白胎瓷为基础 为瓷上装饰的 瓷之时代 右上瓷 定定基础 等会我会 给张徒看 就是景德镇 到宋代的时候 它的瓷是 已经非常的精致 它是所谓细词的 而有些地方 其实是所谓粗词 那么呢 右上瓷嘛 彩绘 青花是右下瓷 长沙也要是右下瓷 是吧 琼也要右下瓷 但是呢 像五彩 豆彩 坟彩 法郎彩 它所谓右上瓷 那右上瓷就必须 要有什么好的 就是那个P胎 好的那个瓷胎 才可以 所以我们讲的话呢 它是为右上瓷时代 奠定基础 好 唐宋 成熟的单瓷 又为明清色诱词的 里尼集成运用 天地日热 与青黄红白 奠定的基础 所以这是我们 对前面两个 做了这样一个介绍 然后那下面 就讲了彩制时代 其实彩制时代 其实已经讲 日游工历美学了 因为这里面 我们大量的 以明代日游厂 清代日游厂的彩瓷 来做讲解 你看这里面 有这样几个小点 长沙窑 穷窑 应该算是最早 开彩瓷 张氏之风 但是呢 我认为就是 大家肯定知道 它的那个质地 还是偏粗瓷 不是那么细腻 然后北方的 像北宋 包括辽京时期 像那个瓷州窑 包括等等 金那点的红柳彩 所以后来的 景德镇五彩 应该跟北方窑口的 工匠南下有关 你看景德镇 号称什么 工匠八方来 弃尘天下走 所以他的 景德镇很多像 南世街 很多地方的 他的家谱 就是那北方的 他就是北方过来的 所以应该讲的 北方阵落 他已经工匠南下了 然后清花池的 烧至于外销 那么景德镇 他之所以能成 后来之上 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 人的 人潮的浮粮瓷 官方介入了 然后明清两代 是乐场 我们讲的话 是国家力量 大家想想看 我们现在讲 国家力量 就跟一般的 不一样 他的最好的设计 是最好的 这样一种什么 人料 包括最好的 这样一种 一种那个什么 就是这样一种 那个就是画师 所以他的词系 就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你看官方背景 宋真宗赐一个名 是吧 景德镇 佛梁辞职 元朝 然后明代日系厂 清代月尔厂 你看基本上 四个朝代 都已经跟官方 有关联 有关联 好 景德镇的话呢 大家知道 他不是采持的 那个什么开启者 但是是采持 采持张氏风格的 创新者和极大成者 这是极力没问题 所以到了人代以后 几乎景德镇一家都大了 五大名要宋代的话呢 其实在战斗过程中 有些都筛败了 筛败的话 景德镇一家都大 所以其他地方 基本上没法 跟景德镇竞争了 常常要 常要 你看昨天我看到 我们的湖南博物馆 咱们长沙博物馆 有很多常沙窑的东西 比如说 手持莲子 莲子吃火花啦 包括什么 一些书法的 等等 就很多很多 但是他开启的绘画这些 他上次 实际上 右下的绘画 应该是常沙窑 这个是必须肯定这一点 这是常沙窑的几个代表作 我们一看就是常沙窑的这种风格 这种色彩的话 其实在中东 它叫杏色 它叫杏色 包括像常沙窑 包括像江西的红豆窑 包括浙江的雾窑 雾窑窑 它都叫杏色 你看其实唐山彩里面的颜色 当然它是 它这个唐山彩最好 它不是死 它是桃 但是它的装饰这个风格里面 你看其实跟常沙窑 跟穷窑有很大的关联 点彩 包括这种一些图案 所以日本的后来的奈良山彩 几乎就是唐山彩的翻版 唐山彩的翻版 不就是我们唐山彩的翻版 宋代的话 有种叫宋家彩 其实这里面像北方的 像那个爬山窑 什么磁州窑 这里有很多 当然这里面就是北方的红六彩 那到现在其实北方的话 它的地 你看马家窑是彩池 是吧 我们讲的包括像内蒙那块 其实彩池 我有时想 这种彩池在北方 比南方流行的更多一点 是不是跟北方 它长东 一年有大半年的话 就是看不到那种色彩 有关 我这是一种假设 你看这是金带池州窑的 白帝红彩 那个陶器敏 你看这个鱼文 这个是鱼文 那这是爬山窑的 当然看这种池器的话 相对来讲就不是那么精致了 它的质地不是那么细腻 我们等会看 一放了景德镇的池器 马上就升级了 你看 完全不一样吧 这是我挑的景德镇的 清白池 五彩 成画道彩鸡钢杯 然后鸭首杯 然后呢 仙德的宝石 那个就 横宝石杯 然后呢 看植湖 仁清花 鬼骨子下山 上海博物馆的 就是那个 北鸟朝凤 还有扁湖等等 你看它的词字的话 一看就是什么 就是诗词 非常精致 所以才能够纳入到 皇家的在中审美里面 皇家审美里面 质地细腻 彩池实在大观 那么仁清花 已经引领了彩色时代 大家知道 仁清花的话 民间的 其实我很多人倒认 这哪叫清花 这不是兰花吗 其实就是叫兰花 因为清跟兰 其实是在一起的 在我们中国社系里面 清吹兰 它其实就是 其实更多是兰花 你看波斯兰 那波斯里面 波斯它呢 中东那块的话 是从上这种颜色 但是它是陶 我们这个是词 所以就不一样 你看仁清花 这里面 这都是一些仁清花 仁清花 人代的话 一个是清花 一个是清花又里红 清花又里红 蒙人时期 北方草人民族化 日治中原 所以蒙古贵州 成为官方文化 审美时尚的主导力量 传统中人文化 受到北方文化的冲击 蒙古族年上北的传统 和地蓝天白人 草人的景色的偏爱 导致宋代五大民谣的 审美时尚 被蒙人上北的 美学七世所期待 师傅词封信一时 清花词 其实蒙古大人横跨 澳亚大陆 作为大宗货 封信日外 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符号 美国有一个教授 就是罗贝特芬林 他写了一本 叫《清花词的故事》 他那种讲 他说其实清花词的故事 中国的清花是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意识到 它的影响那么大 就是根本没认识到这个影响那么大 所以清花词其实是 它不是纯粹的中人血统 但是它是有草人的 北方草人的基因 还有中东的文化 跟我们的汉民族文化 它是有结合的 所以后来像清代的法朗采 坟采 那就有什么 有欧洲的 有欧洲的法朗词的基因 你看它的抗位色系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等会讲的 你看简德证采池的话很多 它为什么不断创新的话 因为它有最好的工匠 然后有日益 不许工本 所以它不断的有创新的产品 你看从清花 骨采 然后豆采 五采 法朗采 粉采 墨采等等很多 所以采池 所以说实话 哪一个咬口都没法跟简德证比 因为简德证 它是有两代官咬 两代日也要做支撑的 做支撑的 清花池其实呢 它是对简德证推动的一个因素 因为清花池 它有外销池这块 所以它的造型 形质 色彩 彰式图案 与唐宋池 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从神秘史上来看 清花池 你看跟我们当时 有已经很大的不同了 它满式 是吧 大花大叶 我们一般看的清花池片 大概都有这么大 六十公分 它是草人民族 手抓饭的那个概念 它是这个用途化 所以跟生活方式有关 那么唐宋时期的话呢 它崇尚单身幼 崇尚简约和文人审美的 文人美学的时期呢 被草人民族呢 崇尚繁杂 喜欢图案的 伊斯兰风格说起的 中文典雅的美学 让位于少数民族的豪放美学 尽管某人帝国不到一百年 但是呢 它的人代的时期风格 对中文文化和器物美学 产生冲击 而融通成为一种 新的神秘趋势和时尚符号 时尚符号 所以呢 青花者也成为 景德镇四大名词之一 其实 从追根受缘来讲 景德镇最初的 他的创造就秦北齿 那原青花的气形硕大 都很大 大花大叶 张势繁蜜 然后呢 明代的青花 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想欣赏或者研究的话 明代的青花也 宣德青花最好 叫宣 叫陈采 不如陈采 陈钦不如仙钦 就是呢 陈画的采词很好 但是呢 他的青花不如仙德 宣德的词曲 这个青花词是最好的 最好的 因为他的那个料是 苏布尼钦 苏布尼钦的 苏布尼钦 你看他的鸭鼠杯 花心的 鸭鸯心的 像是滚球的 很多 然后青代的 康熙青花山水 最好的 是最好的 那么就是呢 我觉得到了极致 到了极致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你看 青花是叫那 优亮清脆 然后呢 采词就是那华里多采 它是明显的是 我们叫做 错采楼金 这个概念 一个水水芙蓉 这个概念 大家看哈 这几张图 从唐 宋人 你看的话 这里面的话呢 在技术系统 审美系统 他的变迁下 他的瓷器的 美学风格 是完全不一样 你看呢 唐代的 热瑶青池 辽金的红月彩 然后宋代的 锦德镇青梅池 圆青花 你看他完全不一样 是吧 他的那个风格哈 他的色泽 风格 你看 人情花就满式 满式 你看我们宋代的 包括唐代的话呢 他是从上的 就是不是 很少式 很少式 那这人情花 你看这就都是满式哈 满式 这是一个蒙古包 这是一个那种 麒麟文 你看这里面 就是一层一层的 满式 因为满式 跟伊斯兰教有关 伊斯兰认为的话呢 他是空白的地方哈 可能是有什么 有魔鬼之类的哈 所以呢 他是要 背景是要满式的 满式的 你看这里面 有鱼藻文 是吧 这一个文式的话呢 我们一般叫什么 叫廉池文 其实也叫满池礁 满地礁哈 就是呢 地上呢 我们的花 就叫满地礁 满池礁 其实这是 满池礁 满池礁 人青花 鬼谷之下山 这个鼎鼎大名哈 鼎鼎大名 鬼谷之下山 你看这个是一个西乡纪的哈 西乡纪的 一个梅瓶 一个梅瓶 那他这个呢 看来 人青花的 他那个器物美学风格 跟宋代的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讲了 技术变迁以后 他社会变迁以后 神秘在变迁 神秘变迁 那这是永乐的青花鸭手碑 那么永乐青花鸭手碑 这个碑子的话呢 就是呢 它是叫鸭手 它就中间的一个撇口 在鸭手这个地方 正好不大 你看下面 这一排的器物里面 大家会发现的话呢 很多的造型 以及是中东的 如果你看中东的那个铜器 它这个造型 很多是中东的 它是用中东的 这样一种造型 拿过来 遮阴盆 包括什么像扁壶 包括什么天秋瓶 包括那个八方桌台 然后在中国生产 所以呢 它已经有日外的 日外的一种文化因素 这是千德青花 繁文出击法轮概括 你看这里明显的话 这个是繁文的 繁文的 那很显然的话呢 就跟明代 跟那个 就是跟那个 一些宗教的话 包括像 跟外的交往 这个概念 千德青花海水 行龙文变平变活 这是故宫伯润 你看这是 它是那个白龙 这个是宣德青花大碗 这个碗前两年 那个盆卖 前两年盆卖 长口碗 你看这个是 魁口的 然后呢 人口 人口大碗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这个在 目前在国际上 包括在 国大博物馆 包括在故宫 没有 就类似的碗 没有超过这个碗的 没有超过它 这是最最精美 最漂亮 那么这是 明虫画 青花城之古丁炉 这故宫伯润的 那么这外销池 外销池 这个外销池的样式的话 我们也叫科拉克池 日本呢 叫这个样式 叫什么 叫芙蓉手 开光 就是那个芙蓉手 有八开光 十二开光 那为什么叫芙蓉手 就是芙蓉花样的 一个花瓣 这个在 因为是有一少 有一少权 叫科拉克号 所以打出来的话 所以叫科拉克池 外销池 那么这个是 景德镇的 外销池的话 景德镇也有 江州也有 但江州的外销池 科拉克池的话 没有景德镇的 这么精致 没有这么精致 所以外销池的话 对景德镇的词业 影响很大 为什么 陶瓷说的话 它要有市场 市场出动 所以市场出动的话 就带来 继续的一种 创新 技术变化 所以 在 中外的文化交流中 其实 欧洲跟景德镇 跟中国的 有什么关系呢 它是这时候 是购买中国瓷器 然后呢 定制中国瓷器 再就是 模仿中国瓷器 到了全农时期 已经开始生产 欧洲自己的瓷器 你到欧洲 博物馆去画 十六十八世纪 很多博物馆 油画里面 都有中国的 清华词的身影 到十八世以后 瞬间没有了 瞬间没有了 就吃中国画了 这种画感觉 那这是外销词 那这个外销词 就是文章词 文章词 文章词 有异国情调 像我们现在讲的话 像文章词 陪酒杯 什么 那个咖啡杯 什么 那个 一些花叉 就河南绿金虾 那个花叉 多口的花叉 这就是 有欧洲的 这样一种 订货的 订货的 你看这个 清康熙 仿橙画款 清花海水团龙文 同式撇口杯 你看这是 康熙词是做的 官员做的 但是仿的是橙画的 你看这个杯子 大家看看 这个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在简单这些 有很多仿这种造型 仿这种造型 这是仿橙画的 康熙仿橙画款 然后说 清花龙凤 葵斑 葵斑 葵斑的大碗 这个 这是上海博物馆的 我个人认为 康熙清花 这个大瓶的话 应该是 所谓的一个极致 我在上海博物馆 穿过的时候 在这个大瓶 我就看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 非常漂亮 画得很好 画功夫 非常好 你看他的清花 如果他把这个清花 画满的话 这个山就很重 你看他中间的话 是刘白 你看你去高光 这样的话 把它轻一点点 然后他整个构图 是从这一下来 整个一下来 如果你看 揍一圈的话 他构图非常漂亮 我个人觉得 目前国内 像包括 景德镇 现在画清花史的话 没有超过他 这个学生画得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你看这个是 雍正的 清花 松阴图扎斗 你看像刚刚的 康熙的 清花山水 跟雍正这个 其实我们觉得的话 他已经有文人欲趣了 所以你看我的题目并不是从宫廷美学到文人欲趣 我是宫廷美学和文人欲趣 就这里面并不是绝对的 那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但清三代里面的话 大家知道雍正的审美是比较文人化的 比较文人化的 乾隆的就喜欢搞些创新 等会我们看看 在雍正的清花林竹桃 林竹桃福文品 这是乾隆的 清花山水 山水比同 这个应该就是 跟现在山水画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讲的文人化 就是差不多了 好 明代的话 他已经唱的时候是五彩词 五彩其实多 就是多的意思 你看大明五彩 就古彩 康熙五彩 五彩里面有大明五彩 康熙五彩 你像我看到 我们在长城博馆里面 就有好几件五彩词 五彩叫硬彩 法郎彩叫暖彩 五彩的为什么叫硬彩 它的色调偏冷 然后它的那个文饰 是偏那个 化工里面偏那个 钢劲的线条 而粉彩的话 它一剥了一剥 变柔和 然后整个线条 也比较柔美 是这样的 那么你看这里面 就是像清花五彩 右上彩 豆彩等等 在清花五彩的话 在色彩搭配上 有红色黄色 褐色淡绿 深绿紫色 外加清花色 进行搭配 但是主要是 以红色作为一个亮点 整个给人的话 就是一种红彩 荣艳的华丽感 华丽感 你看成画年间的话 成画的彩词非常多 但是大家知道 成画无大器 成画皇帝 生活在一个 他在做皇子的时候 生活在一个不是那么 很自信的条件下 所以他可能经常 不是那么很自信 所以他的神秘是偏小 所以成画无大器 都是那种小杯子等等 十字成画杯 这里龙凤花草 婴儿戏 八仙土 百露 锦断团花张式 重叠是锦上添花 和锦上开光 那你看这就是样式了 宫廷样式 你看锦断团花张式 这个跟织井有关 然后重叠是锦上添花 也跟织井有关 然后锦上开光 所以你会发现 陶瓷的张式 其实跟明代的一些 像我们讲的 像收珠 南京人井 织井是有关系的 它都是宫廷的样式 都是宫廷样式 你看又像彩词 这次就团花了 团花 成画 豆彩凌云文碑 成画杯子都不大 都很小 这是鼎鼎大名的吉刚杯 吉刚杯 吉刚杯 因为他是要求子 所以求子 所以多子若生 所以是吉刚杯 然后这是五彩 润压恶连头碗 五彩的 这是重画豆彩 云龙文 天字盖棍 云龙文 这是白帝 然后绿彩黄龙 黄龙化 那这是嘉靖五彩 因为嘉靖大家 嘉靖是一个信仰道教的 信仰道教的话 所以这个 但是他嘉靖的时期的话 就五彩盖棍 这个是最有名 包括到一些国外的博物馆里面 像法国 罗浮宫 法都会 都有 这种类似这种棍 因为他就是那是一代精品 嘉靖五彩 女藻文盖棍 那明代彩词 你看明代的彩词画的像 红武的红彩 宣德的青花 加红彩 橙画的绿彩 豆彩 郑德寿三彩 嘉靖万类五彩 都是中国陶世史上 最名的彩词 那么红彩 绿彩 树三彩 五彩 以及各种色的彩词 青花加彩 有二十多种 所以是陶瓷史上 彩词最兴旺法达的时代 所以我们看彩词的话 其实后来清代的彩词 很多时候是继承了明代的 当然有一些上行 你看 许之恒的引流哉学词 它是这样的 明代发明彩色极多 不胜老子 大地康荣时所有之色 待机无不言日明代之 若月柳红 江红 抹红 秋葵 绿等等 心艳可喜之色 明已有之 若豆彩一种 成画也未露多泥 旧彩色论 知名一代 以极分人起菜 青出一踢眼其波兰尔 这是明代 其实继部已经开路了 青代只是踢波作兰尔 你看 这下面呢 是我写的一些明代的一些彩词 那大多数是明 重画的 包括什么豆彩 那这个豆彩的话 就是那是 都是小小的杯子 但是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简直正现代很多仿这个 很多仿这个 清代的名气 成流的话呢 他桃牙里面是有这种话 本筹在康熙 看康熙五彩 叫印彩 青花 青花夹子 姜豆红 平格绿 鱼各天秦 是吧 然后切皮籽 蝶唇 葡萄水 株红 抹红 等等 很多 到雍正 到权龙 有五十七种 就是所谓的那个什么 这个颜世佑 那这里是好的彩 所以呢 清代的话呢 彩词里面 康熙 雍正 权龙 都有 勋唱 都有勋唱 但是呢 他有些是在明代基础上 上行 有些是有清代自己的发明 唱唱 那么康熙五彩的 跟大明五彩相比来讲呢 因为他有黑色的东西 所以就现在更加漂亮 更加漂亮 所以呢 他有蓝彩和黑彩 所以五彩词的话呢 他的色泽就更加丰富一点 所以康熙的五彩的话呢 比大明五彩 审美上的话 也更进一步 大家看这一件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清代日游日气场 叫康熙刀马人物故事 叫花姑 你看这个画片 包括造型 包括他的色泽 包括他的图案文饰 都没话可挑 就是他的造型 制度 图案 你看他的这个什么造型里面是 人的跟方的 直线跟人线 这个构九 所以呢 应该讲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那么康熙时期的话呢 我们讲的话 清代 明代的渡陶关是以宦官渡陶 清代的话呢 这一初是以江西行府 就郎亭吉啊 来渡陶 游领 然后慢慢的到雍正以后呢 就唐英 年西遥 年西遥 来渡陶哈 那我们讲的话呢 清代 清三代的陶池的这种成就 应该是跟渡陶关有关 因为清代的陶池关 相对来讲的话呢 比明代的陶池关 给人家敬业一点 给人家敬业一点 所以呢 像唐英在景德镇十几年 亲自穿入这样一个 跟姚公一起设置 一起设计 所以他写的一本 陶人心女 他自称陶人 是吧 这一块 你看这一个 这一个器物的话呢 说这话是非常漂亮 刀码人物 加入一种人物叙事 你看这里面 尽管呢 他就加入了什么 一种民间的 大家很熟悉的这种人物故事 来进行叙事 这个彩词的相比于 但是又来讲 彩词的表达 包括彩词的叙事性更强 叙事性更强 你看这里年画 插图 画谱等等 人物故事特长 从而形成鲜明的风格 康熙皇帝的十分重视 瑜伽文化 对社会的治理作用 在这种氛围的话呢 应该是在康熙五彩上 也有反应 你看他工艺上 刚刚看 明显的转角的弧线 弧线中的 有直语挺拔的直角 然后获得方软的一种效果 所以他的造型非常漂亮 阳刚向上 把儒家的日式精神的话 表达得淋漓尽致 然后你看 康熙的五彩词里面的话 他有很多的教化题材 就传统的汉文化的一种题材 你看这里什么 有所谓的修身明智的 你看东里采菊 是吧 竹林七贤 随寒三有 东波爱念 什么西枝爱鹅 莫术爱林等等 四爱图 然后还有三观眼力 又飞 水火 周春初赛等 中日爱国的 还有那种极强如意的 像多子多福的 十六图 望子成龙 宋子观音 根之图等等 造人过节 所以大家看 你看明清两代的采词 大家知道 一句八个字 图彼有义 一臂吉祥 他的张实图案 不是乱来的 里面都是有讲究的 比如说一六年科 什么太平有象 马上封侯 什么官上加官 这都是一些 有说讨论的话 都是吉祥的 所以你看 这些故事情节 与工艺结合 创造了康熙五彩的 鼎盛时代 使其成为这一时期 中国文化 输出西方的重要器物 它有教化题材 那就是你看 器物图像叙事 有叙事了 日耀的器物呢 它有叙事性 而且官方叙事性 这是康熙五彩 康熙他的彩词的话呢 他的造型是偏上 偏那个挺拔 偏顶拔 你看他都是这个瓶子呢 都是向上的 你看这个花锅 棒锤瓶 然后呢 莲文针 还有观音针 还有棒锤瓶等等 这个呢 整个造型是非常漂亮 这是康熙青花 又里红 青花五彩 寿山彩 你看这三件东西 无论是图案 无论是质地 无论给我们的一种 欣赏的美感 都非常舒服 非常漂亮 这里面就有什么 宫廷样式 其实这里面有好的 就是宫廷样式 宫廷样式 你看又里红 娱乐盘 然后呢 五彩人物 是吧 图平 然后呢 树山彩三国 这是他的 你看五彩 佳金 六年文针 六年文针 这个花锅 看来很漂亮 这个你看 这个彩词的话呢 它比大名五彩的话 就更加立体 更加立体 看看法郎彩 因为景德镇的话呢 到康熙的时候 我们讲已经跟西方 有所交流 而且呢 康熙在宫廷里 就是西方的全教室 包括像南西林 到宫廷去 所以呢 已经有西方的 一些工艺技术 全到宫廷 所以你看法郎彩 就是法郎工艺 和中国瓷器绘画的结合体 是清初中西工艺 交流融通的结果 法郎彩 粉彩 明显带有西方的色调 你看它跟西方的油画的色调 是很相似的 很相似的话 你看法郎彩的话呢 这种那个特点是 瓷子细润 料材料凝重 色泽鲜艳 画工精致 据说话 我们看日瑶的时候 一定要画工 现在的名言 一般修图的话 那个画工很粗畅 日瑶的东西非常 就它每一笔 都是非常精致的 所以我们讲 这个画工 画工这一块 造型又是图案画工 图案画工 那么法郎彩的唱书呢 跟康熙皇帝 对法郎彩 许爱有密切关系 你看他那时候 已经有成交士 到宫廷去了 然后开始呢 接受了西方的气候文化 所以呢 它是中西文化融合的 一个结果 那这就是法郎彩和粉彩 这个前面是磁态法郎 那法郎呢 有两种 一种同胎法郎 一种磁态法郎 我们这里讲的 简单正讲的法郎 就是磁态法郎 在磁器上画法郎 那么北京的话 我们讲就是那叫什么 它是同胎法郎 同胎法郎 你看下面这一波人啊 都是跟宫廷有关的 我们所知道的像郎盛宁 是吧 他在中国宫廷里面 住了好多年 是吧 所以后来呢 雍正皇帝的画像啊 前龙皇帝的画像啊 好多就是郎盛宁给画的 郎盛宁画的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你看他这就是什么 现在西方的那种 就是我们讲人物化 就是现在 包括我们现在二十世纪 以后中国大学里面的 是吧 这种焦点透视 那我们中国传统绘画 人物化不是焦点透视 是吧 它这是焦点透视 所以这个是 全教室哈 全教室在这个中心文化 交流过程中 它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那么彩 粉彩呢 是跟五彩 跟那个康大明五彩 跟康熙五彩不一样 它是叫软彩 所以呢 更加柔和 更加立体 它有玻璃值哈 雨白色的玻璃值 所以呢 画花鸟的时候 更加立体感 更加立体感 粉彩时 如果说哈 康熙清花的清的最好 那粉彩肯定是雍正的 雍正最好 雍正的粉彩 清新典雅 简洁明快 对吧 然后呢 它这个就整个 这样一种色调哈 包括整个这样美学追求 应该就是华丽高雅 华丽高雅哈 我们看看它的 这样一个 雍正的粉彩 你看这个是一个橄榄瓶 这个是在上海博物馆 你看这个橄榄瓶的线条 是吧 它的线条非常柔和 然后呢 然后你看 它的那个桃哈 这个应该是 九桃 还是五桃啊 这个桃子 你看它画得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所以呢 然后它的修胎也很好 雍正对那个都桃国 要求很黏的 如果没有 我们看个清宫的档案 如果没有完成任务 它是破口大骂的 会骂的 会骂的 所以呢 有些时候呢 照这个方式多做一点 把气息往上拉一点点 把它往小一点 它直接 雍正的方式 直接穿入 日窑的设计的 日窑设计 它的审美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讲 清三代的美学 康熙是比较大气的美学 雍正的话 是比较典雅的美学 而乾隆是比较习巧 比较那种创新的 比较创新的 你看 雍正的 很惨 你看 你看它这里什么 就是什么 很简单 很空灵 空灵 它就不是像人群花 大花大叶了 大花大叶 改于留白 改于留白 你看 老人望路 迷平 粉彩 八桃 天球瓶 就叫八桃 天球瓶 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 乾隆 审美 乾隆 他很喜欢 创新 转心瓶 什么 那个 镂空 然后包括什么 就干支 你看这里干支 什么天干地支 还有这种什么 就是那个 山水 开光 山水头上尔瓶 还有这种什么 核昏瓶 他喜欢创新 而且乾隆的彩层 你发现没有 紫色 偏紫色调 所以这也是我们看的 乾隆 它的色调里面 是紫色 紫色的彩色 你看它的紫色 转心瓶 镂空 这是三剑乾隆的瓶器 他就看来 如果说我们刚刚看的话 雍正的还能说是 说芙蓉出水的话 那么他这个一定是 错彩落筋的 一直错彩落筋 他这个美学风格 跟他就是跟雍正皇帝 就完全不一样 那这里面是仿青铜的 仿青铜的 最好这都是瓶器的话 但是仿青铜的 乾隆法郎彩 六子多魁 六子多魁 这个是故宫伯润的 故宫伯润的 这个相对来讲 就是开光 你看这是开光形式 就开仓形式 这就叫开光 这是 你看呢 紫地 是吧 红地 阳彩 和昏平 泽州花卉和昏平 这就是 他这个 你看明显 他自己造的那种新的 这个我们中国全体 没这么造型 所以我们讲 前论皇帝 他是喜欢创新的 喜欢创新 因为青三代大致的话 清朝两百六十八年 青三代就是一百三十四年 就是一辈 乾隆皇帝六十一年 然后呢 雍正十三年 然后呢 乾隆 康熙六十一年 乾隆六十年 一百三十四年 所以我们讲 讲青代的 宫廷的 就是我们讲日游美学的话 基本上是青三代 代表一个高峰 代表一个高峰 他就一辈 你看这是乾隆的 乾隆的 杨彩 花蝶图品 济兰 苗金 杨彩 镂空 奎隆 奎隆文 转新品 这是我们讲的 他的清代 清初宫廷里面 欧洲的 传教士 和艺术家 到中国来 其实呢 对法郎彩 对粉彩池的畅饰 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所以有些 粉彩池的 来样 宫廷来样 其实我们可以说 基本就是 欧洲全教士 或者梁思琳这群 做的样式 做的来样 景德正加工 是这样 那这是 朱炎陶说 朱炎是 首先呢 朱炎是海宁人 但是呢 他是江西行府的师爷 就是我们讲 就是现在的 省长秘书 省长秘书 所以呢 他对景德正 也很熟 所以朱炎的陶说 是我认为是 写的比较好的一本 你看 人卓卑气 五彩绘画 访西洋日 洋彩 显画作高手 调和各种颜色 鲜画白石片 四烧 以念色性火候 然后游出于细 手中其巧 以眼明心细 手肿为佳 首用颜色 美日 富郎色彤 就是富郎 富郎彩 所以你看 景德正的这个 因为在当时的话 景德正的那个 瓷器质量的话 是好如欧洲的 好如欧洲的话 因为欧洲真正生产 硬制瓷是在乾隆朝的时候 当时马嘎尼 到中国来的时候 已经带来欧洲的瓷器 在欧洲瓷器 那才真正生产 欧洲自己的瓷器 而在之前欧洲是陶 他才没有瓷 乾隆时期 他已经生产出了瓷器了 这是清代 清代的彩词 你看这是引流哉说词 鼠之恒的一句话 大家看一下 清代彩词变化 繁之 鸡鱼不可放物 康熙硬彩 雍正软彩 硬彩者为彩色 盛浓料 夫其上 微微吐其者 软彩又为粉彩 为彩色 烧生有粉仁之眼 硬彩滑贵而生泥 粉彩艳力而轻易 青花优亮而雅结 这就是美学了 就宫廷美学 你看 滑贵 硬彩滑贵而生泥 粉彩艳力而轻易 青花优亮而雅结 硬彩青花 尊以康熙为己鬼 粉彩以雍正为结美 雍正是甲彩最好 那这就是青三代 我们讲的话 他在宫廷美学里面 所以这一块 那这个就是那些清代的彩词 包括青花 包括呢 康熙五彩 包括什么的粉彩 包括法郎彩 包括法郎彩 洋洋大国 我们看看彩词 彩词讲到这么多以后 我们就看看彩词的 七五美学风格 那么彩词 我觉得的话有五点 第一点的话呢 它的造型 是非常古异深厚的 以传统的青铜剂 或者说呢 经典的陶瓷器作为造型 你看呢 所以呢 是全程久软的 中国陶瓷经典 器物造型为人形 胎词细腻 玉瑶的胎词 它是细词 你看跟红绿彩 跟那个辽金的红绿彩 比 那就是初词 初词 你就包括像的 我们长沙瑶的词细 跟这个比 它还说初词 那么胎词细腻 是以精美的 光智洁白的高龄土 是它为基础的 第三 颜料新名 它的颜料是矿物料 我们现在 很多实际化的料 是化学料 人来的是矿物料 比如我们国内 像中国的山水化里面 像七六山水 潜降山水 什么水面山水 那七六山水 就矿物料 所以矿物料的话 它的颜料就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艳丽 就是出色 出彩 然后呢 写生雅字 写生雅字 就是画工 就是画工 那么彩词图案章式 和山水文绘画 以达到精妙出神的境界 康熙的青花山水 荣文盆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好 华贵 雅类 明清彩词 以其洁美气质 而呈现日摇美学的宫廷样式 我们讲 宫廷样式就是有样式的 因为宫廷的样式 什么是宫廷来样 加宫 然后呢 宫廷样式里面 它的图案 就是我常讲的图壁有意义 异比极强 它有些图案是有国家的 是国家的图像 国家叙事的 有国家叙事 比如根之图 陶冶图 是吧 它就是康熙时期呢 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图片 国家叙事 国家叙事 所以宫廷样式 好 我们看看 气凤尼里 就是呢 彩词刚刚讲 明清朗的彩词是宫廷的美学 宫廷美学还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礼器 或者聚器 是不是呢 它是以这种色彩来 聚视天地四方 天地四方 所以宫廷美学里面 这一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你看这是考工具 左左右适 前殿后适 中国的 中国这个中轴线 其实在周代的时候 已经形成的 那么我们看宫廷建筑 城市化很强 大气端章 华贵典雅 宫廷里尼北学 宫廷里尼北学 我个人觉得的话 有这样几点 一个是时序 比如像那个什么 春天啊 比如像我们讲春分 秋分 是吧 夏至冬至 就是这时序 然后呢空间 那仙东坛 太庙 是吧 这些呢 还有日台日台 是有空间的 然后器物 是有一批套的器物 然后呢 泥里尘序 再就是呢 它的形象 比如说是什么色彩 最后呢 进行叙事 为什么 皇帝 是吧 聚天代表他一种权力 只有他才能聚事 他才能用黄色 所以我们讲的话呢 这有叙事啊 宫廷林医美学里面 我认为在六点 就是宫廷美学的 千日的一个点 你看宫廷建筑 是吧 高大威年 庄重树木 豪华壮丽 宫廷的符号 十二章 这个十二章很早 我们讲其实在 阿雅里面就有了 阿雅里面就有了 十二章 那什么叫十二章 那是皇帝皇后啊 把他圈在身上的 你看这个叫十二章 日热乾坤 山河地理 这里面有龙啊 华虫啊 什么 锦基啊 府啊 粉美啊 等等哈 这是一个 宫廷的叙事 巨器 大家看哈 这里哈 大明会典 洪武人年 多以经兆 洪武二年 这期使用词 嘉靖九年 朝廷规定四交 歌林词 人秋青色 方秋黄色 日坛赤色 日坛白色 看到没有 明显的就有这个记录 就是那把 青黄 红白 四色的主记 天地日日 这就是领域化了 领域化 清代呢 沿用明智 清代哈 清宫的很多 是沿用明智的 沿用明智 你看清宫廷的 日遥的器物 清代器物跟明代器物 没有根本性的差别 它是沿用的 你看清史稿 是吧 初言明旧 妙谈这品真古字 准用准气用词 凡桃被变色 这个桃是词哈 颜色 颜色 西真 这就是所谓的 最天地的哈 你看这是叫西真 红的黄的 这是明代的黄龙 这是清代的黄龙 大家看哈 下面有一组图片 有黄帝黄龙 是吧 黄帝绿龙 绿帝 蓝龙吧 蓝帝黄龙 然后蓝帝红龙 这个是什么哈 这个是什么呢 皇后 是吧 贵妃 嫔妃 贵人 常在 就这里面它像什么 是有等级的 等级的话 那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都是这种龙文 但实际上的话呢 在清宫里面是不能乱用的 你看这里面这段话 就是呢 你看皇太后 皇后 里外黄又去 里外黄又去 然后呢 黄贵妃 外黄内北 贵妃 皇帝绿龙 其实明代和清代 如果真正对慈气的命名的话呢 外什么什么 离什么什么 是这样命名的 外屯龙花 外桑枝滚绘 离什么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一般人就把它忘记了 真的命名是外面是什么 里面是什么 它是有两者的 是这个概念 你看天坛正位 邓啊鬼啊 斗啊 真啊 诀啊 等等 然后呢 你看这种青色 地坛正位 黄色 朝日坛 红色 西月坛 白色 就是我们讲的 天坛地坛 日坛日坛 你看这就明显的是理智化了 理智化 清代黄又去 清代黄又去 康熙 红又词 你看这个红又词 康熙的词句话 非常大气 非常大气 你看这里的观音针 是吧 然后呢 狼窑 狼窑 是吧 然后呢 狼红 胆视频 是吧 观音针 你看都很漂亮 很大气 大气 那这件 孔雀蓝又花锅 你看其实很漂亮 就是你看明显是防什么 防青铜的 防礼 青铜礼器 所以你看到清代日耳厂的话呢 叫无器不防 无物不防 无仇不防 就几乎呢 日器能防 青铜能防 罗电能防 雕漆能防 什么都能防 所以它的工艺 非常的发达 工艺非常发达 这是雍正巨红 橄榄屏 那我们现在 简单证烧的话 是叫什么 就狼腰红 这是巨红 巨红比狼腰红的 要沉一点 就是给大家看一点 简单证过去 有一句话叫什么 要想穷 烧狼红 就是呢 因为那个时候 柴油 保无不准 现在烧原生钮 其实几乎可以烧到 百分之八九十的成功率 现在就比较高 比较高 你看这是雍正款 季红 又没平 季兰没平 然后紫金釉 紫金釉 大概就是仿铜的 就是仿铜的 仿铜的 日月厂 明清两代有日月厂 所以景德镇 为什么能够在一个江南的 江西的 干东北的一个小地方 能够成为 尺都 实际上是跟日月厂有关的 所以你看 最早的话呢 是江西柔州 辅良县景德镇 明代有中官 充任 渡逃官 清初是江西刑府 后来是公部 立务府派员 渡逃 是吧 然后你看呢 日月厂就意味着 国家权力 借助陶瓷生产 然后呢 形成最高的工艺标准 也有一种宫廷样式 宫廷美学样式 所以呢 它实际上对后来的景德镇 包括对 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这个是日月厂的一个 当然是这个现代建筑化 日月厂的大门 原来是市政府 现在搬掉了 这一个是现在网红打卡地 就是日瑶的那个 就地 做成那种 这个确实 如果你到景德镇去 现场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它是被评为世界 第二美的建筑 是这样 很漂亮的 日月厂捆石 日月捆石 大家看 有商圈的 有圆圈的 有方圈的 有六支捆 有四支捆 这里面的话 它是一种款石 款石 一般来讲 大家注意的话 你看我们讲的 大明先德年制 一定从这个右到左 现在有些仿杂的话 大明先德年制 肯定是假的 然后因为在中国传统 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基本常识 基本常识 这一期 皇家这一期 这里面是有多少 用了什么东西 用多少 这都有规定 这是清代 清史稿 初用明旧 然后争古字 为弃用词 雍正时改同犯 清代雍正时 也改成同 改成同 然后你看 我朝庙谈 成者祭品 皇考世中 世中宪皇帝 这是雍正 犯同为弃 这是他的宫廷的 颜色诱 就是他的一个制度 制度 这个是直接从国筹官司 从政史里面 折露出来 你看明显的 这块我们研究里面 如果真正是这样 收藏的时候 那里皇外皇 那就是品质最高 宫廷美学 我认为有三个维度 一个是皇教身份 这个是皇教身份 那就是独争的 第二个呢 一个是权力 一个自争 第二个是权力叙事 权力叙事 他是有权力的 他有权力为叙事 第三呢 宫廷美学 是代表朝廷形象 其实大家发现 有些的宫廷的器物 并不完全是皇帝自己用的 他有在一些大的 里尼外交 比如这世里面 他是代表国家形象的 国家形象 所以朝廷形象 所以你看呢 国家象征 帝王身份 朝堂 泥士 视觉上的高大 张年 金碧辉煌 然后呢 金智华丽 大气端庄 宫廷美学背后的典章 理智 独阵派他 我们讲宫廷美学 这是几个关键点 几个关键点 其实我们现在看了 有很多在讲宫廷美学 但实际上的话 他呢 在进行切语的时候 还没有完完前前的 从这方面去生日 你看他的符号 色泽 标识 制度 还有呢 象征 另外他的体量 组合 空间 时间 然后呢 形成了什么 制度文化体系 宫廷美学 它是制度文化体系 它不光是皇帝 过人爱好 它一定是宫廷的 制度文化体系 所以你看呢 它是 以空间性的位置 体量 和时间性的竭令 时序 呈现了整体世界文化 世界符号 和制度 体现帝王身份 国家权利 我认为这才是宫廷美学 宫廷美学 它的特征 外显的 视觉上看到 内显的 排他 理智 全力化 你比如说 宫廷美学里面的 技奇用 用气 然后呢 家里用词 五爪 龙凤 然后呢 那种日常日用 然后帝王的偏好 偏好偏好 大势之气 这个就是呢 我刚刚反复讲的话 就是呢 四色瓷器 继天地 日日 那么这是 所说 祭祀中的 这种理 一说理气 理气 其实比 祭气更大一点的 那这是 气物表达 权利 气物符号表达的 权利美学 权利美学 很显然这个就不是皇帝 皇后用的了 是吧 皇后用的 它一个 第一等 第一等 皇帝绿龙 皇帝绿龙 好 气物 日气图案 诚信的极像文化 比较说话 叫传统题材 明清三代 清三代里面 有很多传统题材 其实呢 清代的话 也要通过器物 要进行文化认同 是吧 也要进行的 就是那种 一种文质武功嘛 所以呢 它有合法性的问题 身份认同 前龙日志时的话呢 就讲了很多的 跟汉文化的故事关系 根支图 陶冶图 根支图 陶冶图 就是国家叙事 国家的形象 国家图像 然后雍正的 坟采 北投翁 某单花卉 鲍日品 就是一种吉祥的 吉祥 所以你的图比有益 益比吉祥 大家看 这是根支图 为什么根支图 康熙皇帝 通过画根支图 其实也是倡导老百姓 要崇尚根支 实际上是国家法令 这个概念 是你的根支图 那这是雍正的 坟采 北投翁 某单花卉 鲍日品 你看这里面 这是两面 非常漂亮 你看有花开富贵 北投偕老 这里很多 可以找出 好几个城女来 然后你看这里面 就是非常漂亮 词词也很好 这雍正的 你看这是一个 乾隆的一首诗 乾隆的话 写了很多诗 一生写了一万首诗 其中的话 写了两百多首 叫永磁诗 其中呢 看永 他是这首诗 叫做永先得谣 吴当真 就是两边没有空 没有那个底座 就是个空的 他说呢 词五款诗 刘彪明 中含 同胆身 滤青 底诗 先得一大名 相依表里 于兄弟 热受 北戏 幽连病 神物守之 语成性 可以持水 转成音 谈词 一逆 尽六情 看到没有 他用什么呢 他跟明朝的关系 用什么呢 相依表里 于兄弟 他是以正统来自主 正统来自主 皇家和上层 生活美学 帝王喜好 帝王喜好 所以我们讲的话 帝王喜好里面 像庸仲皇帝本身 他是很有文人身份 他也是甚至呢 穿个文人的衣服 所以他也是那个 都是有很好的文学修养 所以我认为 其实宫廷美学里面 其实有些地方 他是把文人美学 放在里面的 那这个是 今天日游厂的话 这个图片的话 就是印证了一个 出之天子 我们讲的 全是明代的 先天皇帝 出之先子 然后明代的日游厂的话 挖了很多这种罐子 虚算罐 所以印证了 他是这个皇帝 雍正的清幼花是针 雍正的颜色又很漂亮 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中国的 传统的陶瓷画 这朱元陶说 他就是在西方的美学 西方画 全世界中国以后的 本土的画 你看七彩色 其气品 其画人 其彩色就是颜色又了 其气品是他的造型 其画人 其实是他的图案文饰 这就是中国的本土画 大家看 创今老宁着实 修期罗电 竹墨 朴氏 之作 无不以陶为之 这些东西都用陶瓷来做了 然后我们看 这些 你看 近代一记之功 很多 今皆既如陶之一功 以之谢 造化之命 以之作文明之锐 有陶以来 如之之甚 此无他 干嘛呢 人心优质 人力宽贤 地产物华 应认而起 有必然 这就是呢 居言 日游厂的 包括对清代陶瓷的话呢 这样一种描述 所以你看 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 清代的话呢 他的一个法郎彩 坟彩 他已经打上了中心文化的影子 而且呢 他的那个技术 包括上呢 他的这个 在文化变迁中 他和大家发现 气物的审美 气物风尚也在变化 所以技术变迁 文化变迁 还有社会变迁 所以呢 在气物上都有反应 都有反应啊 你看呢 法郎彩的 是吧 雍容大气 勋俊典雅 勋俊典雅 坟彩哈 这羊彩 这个大家看看啊 郑之彩气 大家看看这里哈 羊气得四 血身得三 仿骨得二 井顿得一 很显悦话 这个样式里面是什么 有来自知景的 有来自仿骨的 古铜的 有来自就是那种什么 就是全种三水化的 有来自什么 羊彩的 你看这里面的话呢 几乎呢 是羊彩 十之四 十之四 这是我们所称的 法郎彩 法郎彩哈 法郎彩这个 你看他的色彩 跟西方的油画 就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哈 这个是皇帝哈 皇帝 你看看 外面是皇帝 龙 皇帝 黄龙 然后里面是白的哈 白的 那这是雍正的 皇帝 这只花 这是法郎彩 雍正法郎彩 你看这个是 全能 法郎彩 梁氏林动物文 就是梁氏林画的 你看这一看 就是西方的 西方的油画的 你看他的 包括他的那种什么 焦点跳势啊 什么 他的设计 这文件是西方的 跟中国传统 明代的话 那文件不一样了 所以呢 单身又持续哈 他就成为一种 制度性的东西 公廷美学 帝王的独征性 权力识别性 符号性 行字体量 色彩龙凤文 好 公廷美学的 我们做一个总结哈 有五点 明清日要起舞 有明显的权力制度身影 形成了有独增 和排他毅力的 宫廷文化符号 宫廷文化符号 第二 日而起舞 制备国家续世功能 皇室用气 折射了特定文化 女性的朝廷美学 然后呢 日气 因皇家身份 及天下之大臣 其公义章实和审美 都代表当时最高水平 这是没问题 最高水平 是日而起舞 以其理尼性 符号性 集成性 续世性 而体现宫廷 其文化传统 明朝代 到清代 延续下来 最后 日游气舞 在以器皿张式 和幼张式的 传统手工艺画纸中 以灯极顶 成一代气象 我这个话 是什么意思的话呢 就是日游 它的彩池 和它杨成佑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了 实际上 它后来日游解体以后的话 民间的工匠 像抽热 它不可能 所以只能变 穷在变 变得通通在酒 是这个概念 所以到日游厂解体以后 比如什么 潜降山水 潜降彩 包括珠山包 其实没办法 它没有国家叙事 它只能变 好 我容易去 清末民国 简单 潜在彩之行 我这里用 我有三点 时代风尚 记忆创新 绘画革新 背景下 然后呢 据好 这些人 城门精品心 他几乎都是 来自安徽的 就是简单 很靠近 徽州嘛 然后受潜降山水影响 而开启的潜降彩 词汇维术 中国山水化 有三种 清六山水 潜降山水 还有水面山水 清六山水 更艳丽一点 水面山水 就更沉一点 更哲学味 而潜降彩的话 更就是一种 被叫代鸭的概念 所以你看 色色清淡 追求欲趣 表达个性 然后绘画性 为标式 具体它不是图案 它是绘画 但是潜降彩 大家知道 你们可以看展览 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工艺上 有问题 所以潜降彩 很多那个彩词 脱掉了 所以就不好看 所以后来潜降彩 在紧急症就没有了 就被让位于什么 新才等等 潜降彩 现在就没有了 因为它的那个技术上 有瑕疵 有瑕疵 这是陈门 王少伟 王小唐 这几个人 潜降山水 其实潜降山水的话 我认为是两个 一个是画家的 跨才智的这种创新 一个是陶瓷的 什么 就是这种什么 表达方式的创新 它是两种创新 结合在一起 所以潜降三水 潜降彩 然后你看 简直正 到了明清时期 清末 瓷板画 现在我们看到 瓷板画很小 名不够是瓷板画 现在简直正瓷板画 都是两美成四美的 三美成 很大很大了 这个技术上 已经非常了不得 你看大的那个瓷钢画 有两美直径 是吧 那个 然后大瓶的话 可以做成四米高 这个在一百年不可能 所以 如果是你看到 一个人画的东西 讲的是 就是鱼三八游的 讲什么潜降彩的 很大的指幅的话 那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假的 潜降山水 你看 皇宫望的 这种色调 它这种色调是潜降山水 然后逆战 扎石标 城门 这是潜降山水 那么这是潜降彩了 潜降彩 你看这种 这种就比较像 特别这一个 比较好 它没有拖的比较少 看起来它是造型的 包括色调 就非常漂亮 那后面这个 其实都有点脱色 都有点脱色 它真正的原来的话 比较漂亮的 比较漂亮的 这是城门 你看它已经什么 已经不是 磁平的 不是那个立体造型的 是磁板 所以已经从那个什么 器皿 转向了 平面 平面装饰 这个 精品 清的 潜降彩 我认为这个是精品的 这个是非常漂亮 特别这个 从视频 非常漂亮 它这个整个色调 也很好看 很好看 这是民国汪小棠的 这个 坟彩人物 四方 因为汪小棠的话 实际上他也画潜降彩 但是我把它这个 拿给来画 他的坟彩 看这个造型 也非常漂亮 它守着灼气 守着灼气 好 潜降彩 我们做一个总结 因为这个 因为那个 大家可以看整理 另外就是我们的 有个老师讲过 那我认为潜降彩 有五点 体现了近代 中兴文化激荡下 气无风尚 与公寓之变 他的变 第二 潜降彩 张氏发生 由图案张氏 到文人绘画的转变 开始脱离图案 开始脱离什么 再有一种样式 第三 当然这个样式 我们讲的文人画 也是有样式的话 也是有样式 那么第三 潜降彩 明显受到心肝画派 这个绘画样式的影响 第三 第四 潜降彩表明中国画 尝试以词为新的 媒介材质 然后呢 潜降彩已开 之三八有词画艺术的先河 陶持张氏 由传统造物 向现代艺术转向 你会发现的话呢 潜降彩的整个绘画风格 就几乎是 二十世纪的风格了 他跟明清就完全不一样 好 最后一个 杰色图形 之三八有 这个我就讲 简单讲一下 因为之三八有的话呢 你看他的身份 他已经是 日耳厂没了 之三八有几个人的话 是日耳厂的画师 然后呢 到了民间以后 我们讲的话呢 杰色图形这个方面 我认为更多是深层谋生 他要画画 他要画瓷器 他要什么 要赚钱呢 养家了 所以呢 画国画的新材质 突然说以陶持做材质 另外呢 陶持绘画性的拓展 所以你看这里 地质结束 工庭美学终结 肢体没了 制度隐替后 文人欲去地表达 绘画的自由 时代风尚 对陶持绘画的 新要求 空间张势 拨骨架 然后呢 脱于传统器皿的 陶持绘画 现在就 所谓的现代陶持绘画 都是瓷板画比较多了 当然也有一些有瓷屏 但是更多的 还是瓷板画 这块 另外呢 至于珠三八友的话 已经是第一个 绘持织人组织 他的身份就不一样了 身份不一样 那其实的话 抱团就是抱团 现在看来的话 这个抱团是很成功的 因为这一百年 大家还记得珠三八友 当时跟他同时带来 很多其他人的话呢 就会忘记掉了 两种版本的 珠三八友 第一个就是八个人 其实锦德镇 包括珠三八友的后代 更认可 第二种版本 十个人 就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里的 齐仲男 还有田和仙 你看我们这里 画卓子的 是吧 那个他算是齐仲男的 你看他这个 他的唱作的 什么身份变了 然后呢 就是 你看 王大凡有一句话 道逆相交信友 因珠塞接涉 是透清 林茅山水 梅兼竹 花卉鱼蟲 收乳人 那请的这叫什么 叫什么 叫林茅 什么 山水 他有很多分工 很多分工 画法为中南北派 作风不让东西林 聊得此父 留红爪 只当无计致血证 那么这是他的写诗 所以他开始诗词画印 就像抱有什么 就中国文荣画里面 诗词画印 唐三摇 唐三摇里面有诗词 对 这里画印 你看这个焚彩翅板的话 这种就所属比较漂亮的了 这个是比较漂亮的 因为这个大家看 这个它的水平就很高了 很高 这个跟中国画是文庆可以比美的 文庆可以比美 而且材质是不变的 所以珠山包有的曾经 贴成的比较高 你看这里十幅翅板都非常棒 那么这是王岐 王大凡 刘日成的作品 你看他的这个造型 他这个人色 画工 因为他们好多都是什么 都是像王岐 王大凡 都是日瑶里面的工匠 我觉得在贝克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词 给他看一下 就是民国的十章人物词 这个确实是文庆新样式 文庆是什么呢 反映当时民国时期文人 那种对西方文化的接受 然后这种十章 你看当时的瑞芬牌 上海那边的十章人物 所以这里面的话 就有很多的创新和现代曲细 他的人物呢 就跟传统明代的人物就不一样 大家看 这两届 神采十章人物 你看就是文庆是什么 现代的 十章人物的话 他不是明代的 明代一件一件等等的话 那个 有些妇女性的话 就是比较柔美的 这个女性你看讲的 比较健康一点 比较健康 这是民国的话 民国的 你看这个是 这个一个一对品的 这个是局部 这个就是 拜托学的 二十世纪 中心文化激荡 其实景德镇的陶瓷 发生了很大变化 发生了很大变化 洋彩 在解放前 洋彩 实际上是很流行的 现在我们不叫洋彩 叫新彩 叫坟彩 原来解放前都叫洋彩 它是一种 潜新的创作模式 也是潜新的美学 这里看见很多是 洋车洋人 这个概念 东西文化激荡的 这个结果 好 这三八有的词意总结 陶瓷绘画 已经脱离中国器皿 张式传统 而开启瓷板绘画 新模式 陶瓷绘画作品 也不具有国家叙事功能 东西方绘画融合的 写实性新风格 中国陶瓷绘画 发生了 与传统造物文化 不同的心理境 已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 进行了现代重构 你看哈 大家看了这里面 我有五张图 你看这是明代的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那个 激刚碑 是吧 清代的黄龙碗 然后呢 法郎彩 坟彩 到后来这个什么 就是我们讲 之三八有 它这个完全已经成中国化了 成为中国化的风格 作为一个小节哈 中国陶瓷里面画的 丹瓷是宁俊的 要彩瓷斑斓 玉瑶雅正 民瑶活泼 记忆精湛 森罗万象 宫廷美学 我人欲去 社会便切 文化融通 正本素人 自尽传统 谢谢您听哈 敬请辅证 谢谢李教授的分享 刚刚李教授的分享了 特别像是一个 中国陶瓷的美学史 我们刚刚也回顾了一下 其实在我们中国古代 历史当中 无论大家去哪一座 历史类的通史博物馆 其实陶瓷类的展品呢 它一直是品类最多的 比如说大家去我们 长沙博物馆的 香蕉北去 长沙古代 历史文化陈列 三个展厅当中 每一个展厅 基本上都是有 大量的陶瓷展品 因为这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 最相关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在前几年的 展览当中啊 还举办了非常多的 陶瓷客展 有我们黄河流域的彩陶 有袁明清的玉瑶瓷器 黑石号的外校词 还有我们北方地区 宋辽金园 还有西夏的陶瓷 甚至是我们去年 和前年有一个跨年展 就是湖南的考古出土 陶瓷策展 这个展览也是跨越了 两万年 就在这一些陶瓷的 极光片语当中 我们去窥见 古人的日常生活 他们的审美 历史等等 那今天 听完今天的讲座 突然觉得把以前的 各种陶瓷展 好像就重新串联了一遍 特别感谢李老师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一个互动交流环节 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讲座 或者是我们现在 正在长沙博物馆 展出的这个 珠山医院展览 有哪一些疑问的话 欢迎大家呢 稍微整理一下 和李老师做一个交流 那今天呢 我们的互动环境呢 时间也比较充分啊 欢迎大家踊跃的发言 如果想好的话呢 请举手示意 我们的工作人员 好 大家有吗 哦 第一排是吧 先有请这一位 红色衣服的先生 李老师您好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展览当中 我看到 就是珠山医院的作品当中 有一件那个王布的 那个清华词 但是我了解得到的 就是清华词 之所以在古代很有名 就是因为它的颜色 就是这种清华的颜色 相比起其他的色彩来说 更容易保存 然后保存下来更鲜艳 所以这个清华词 在中国历代瓷器当中 都是比较有名 但是就是随着我们 就是瓷器生产技术的 一个发展啊 后来的这种彩瓷 特别是像这种五色 是吧 五色彩瓷的出现 越来越丰富的 这种瓷器的 这个就是绘制工艺啊 让我们也见到了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瓷器 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一时期 反而出现了像王布 这样的这种清华词的 一个大师 因为我们都说 王布是中国历史上 最有名的一位 清华词大师 至少说是之一嘛 对吧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呢 就是反而古代 有名的这种清华词 大师反而还比较少 好 谢谢老师 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的话 这个问题怎么考虑 因为其实原清华的话 它像是外销词 它很多的图案 包括它的气形的话 它是有对适应市场的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明代宫廷的清华词这一块 它是讲的宫廷背景 它的量试头试 它不认识画词谁意的来别 其实到王布的清华词的话呢 实际上它已经从宫廷画词的身份 出来以后 它要谋生 要养家 你知道哈 仅仍正三十年代 清华词实际是并不俏的 并不俏的 反而不如十张词哈 但是像后来慢慢整理 那个就是传统哈 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是有很长很长的 就是那种技艺 技艺 然后呢 有随性的 又没有那种宫廷的那种身份 制度优素 相当来讲呢 它就画工啊 包括它的意趣哈 就更明显 它反而能吃的什么 它的比较精品 是这样的 好 谢谢李老师 好 我们第二位观众 有请我们这一组的 这位先生 好 有请 李教授你好 我去顾文博院 然后去看那个姚思长 有一个 他的姚思馆的时候 有一个清康熙年间的 各种产有的大评 就是说 它是会借了乳姚 清姚 还有那个清华词 乳一体的 就是什么姚词 它都会好 按开一点点 请问那个 作为瓷王的话 就是当时 供文博院的瓷王 它那个是否反映的是 当时最高超的 姚思 邵绍制工艺呢 就是供文博士母是吧 对 瓷母 瓷母应该是前农时期的 康熙 是康熙吗 康熙年间的 各种查的 我就查一下 但是这个我知道 它实际上那里面的话 为什么叫瓷母 就是它把警察镇的 右上的 右下的 五彩的 然后呢 粉彩的功力集中在一起 所以其实美学上 我认为并不是说最高的东西 但是它主要是反映宫廷的瞬技 就是我能够把这个技术 做到这么高的水平 所以像那个磁丸 我过一句话 它只是以技术的集成 来有名于世 它并不是以它的美学 来有名于世的 但是它当时现在 其实说不出来 因为当时的故宫 不 日月厂的工匠里面 郭总干的工匠 先收什么 先画什么 然后包括右上的 右下的 是吧 这一块 然后肯定是右下先收 在右上 然后右上还有什么 粉彩 骨彩这个东西 是这样的 这个代表一代的 就是什么 它的工艺水平 和它的一个技术的顺 就是跟像乾隆皇帝 喜欢顺技 转型平台这个东西 可以是这样的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谢谢你老师 好 谢谢 有些我们第三位观众 好 我们中间这一组 穿浅色衣服的女士 谢谢 谢谢 李老师好 就是您今天讲座的主题 其实也是围绕一个审美 还有意趣所展开的嘛 然后就是我注意到 就是您刚才 就是讲到乾隆那一段的时候 不管是提到他的审美啊 或者是他作诗这一块 然后大家都是带着一种 就是比较戏谑的那种态度 感觉对乾隆 就是不管是网上的评价 还是什么的 都是有一点点单一 就是目前来看 然后我个人看法 就是说虽然 他不管是在审美上 就是有没有高低啊 首先我不管他有没有高低 就是不管他在那个气型啊 或者是创意这块的开创 和那个创意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 您怎么看待 就是审美有没有高低的这个问题 以及针对乾隆审美 这样的一种 现行的比较单一的评价 就是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谢谢哈 其实我个人本身 我并不是想对乾隆审美 有什么有所谓贬低 不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只是说呢 他这种乾隆审美 将被拥振 像本刚才来讲 他是就是你讲的 他是一创新 所以创新那种转新品 后观品 然后呢 包括那种就是那个 叫什么交代品 还有就是他那个 纸彩这个东西 但是呢 相辈来讲 因为你知道哈 乾隆皇帝是有 六十年当皇帝 是吧 他当皇帝的时候 他已经有差不多成年了 成年了 所以呢 他又是一个 所谓叫实贤老人 是吧 有点那个就是呢 因为后面呢 退位以后 还待了一段时间 所以他确实是有点 把瓷器 这种造型的来 去支持他的所谓盛世 所以包括创新啊 包括这种东西 当然呢 他的彩词里面 就是那种创新的彩词 也是很有价值的 很有价值的 但是呢 当然了 如果以一个标准来看的话 然后像 有那个粉彩 更加轻 就是更加柔和一点点 那么乾隆的这个彩词的话 确实是错彩楼金 它是这种感觉 是宫廷 真正是宫廷的 那种金贝辉航的东西 我再抢的话 我并没有 是 我只是想 全说中的那个感觉 因为把这个 把这个话题 盯出来 是这样的 好 谢谢 李大师 那接下来是我们 第四个问题 是哪一边的观众呢 请你举手 试一下 前面有一位小朋友 有问题 因为我们平时的讲座呢 一直是谢绝 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 主要是怕小朋友在里面 影响到其他观众 但是今天的这位小朋友呢 他承诺 做到了 就是安安静静的听讲 所以还是特别允许你 来提这个问题 我想问 为什么有些瓷器 是方的 有些是圆的 很好啊 这朋友发现的观察力很好 圆的瓷器 这几能阵叫人气 方的叫浊气 过去叫一圆 一方顶十圆 所以方的呢 成型工艺比较难 在这个概念 而且呢 方的工艺里面 其实在那个 他的 他的绘画的时候 他可以呢 在通景的时候 他有一面 就是一个面 人气本身 它是一个通景 这个概念 所以呢 陶瓷将人的话呢 就制作一种方气 但方气其实很难制的 所以 锦能阵叫什么 一方顶十圆 这个概念 所以它是技术 一个是技术 达到这个水平 第二呢 也有理于 他的绘画的时候呢 它是每一个面 都是有一个 箱的一个空间 是这样的 谢谢小朋友 谢谢老师 对 你回家可以看一看 有时候 圆校集的时候 我们登楼 也有圆的 也有方的 为什么呢 也可以一起想一想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还没有 还有没有 其他的观众 有相关的问题吗 其实老师 我今天也有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 有一位女士 她也问到了 就是关于审美 有没有高下之分的问题 您今天也讲了 就是不同时期 她有这个审美 一直在变迁 那中国陶瓷 发展到这么长的时间 在现代 比如说 无论是在景德镇 或者是在我们 长沙地区 我们的长沙窑 她也有一个传承的问题 您站在这个 美学者角度来讲一讲 我们现在 做当代的陶瓷的话 在审美上面 我们就是 可以有哪一些启发 可以从哪一些方向 去着手呢 谢谢 刘主任 那我是这样理解 就是呢 如果把它制作 一个文化来讲 文化本身 我们来 很不足处分 它高低 不足处分高低 但是如果技法来讲 它是有一个精致的问题 提升的 那么 像民谣 它异趣 它也是一种审美风格 宫廷的话 审美的话呢 就是那种 就是要精臂辉煌 它是一种风格 那我过一句的话 如果从文化中来看 你不能说审美有高低 就像我们总是一讲的话呢 文明互建的问题 但是如果从文明城的技巧 它的技艺来讲 技艺的水平来讲 它确实是有比较精致 出词到细词的话 它就是一个提升这个概念 当然我过一句的话 民谣的审美的话呢 就是我们叫夏里巴人 是吧 然后我们在宫廷的话 就是杨春杯写 它是两种风格 两种风格的话 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存在的价值 但是呢 从中国文化来讲 那个宋代 包括全能文人的话呢 其实在审美追求的时候 它可能更加追求那种 接近自然的这种美学 是吧 这是我们中国文人的美学 当然并不是文人美学 就一定是高多少多少 这个概念 我过一句的话呢 不能完全讲它高低 但是呢 风格的不同是可以差异性 丰富多人性 是可以 好的 谢谢 后面还有一位 穿黑色衣服的女生 稍等一下 黎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龙泉青词 以及那个 还有那个 就是那个 月瑶的那个密色词 还有以及那个 我想一下 对 龙泉青词 那个 月瑶的密色 对 还有一个鲁词 他们的一个 一同点 包括您刚刚讲座 提到密色词的时候 您说密色词 它是青词中的 一个极品 我想问这是为什么 这样 因为密色词本身就是在呢 它实际上是最早是在 吴热王 就是在 这乡那一块地方 出现的 那记录上是 全是密色 宫廷用的 那我想到 宫廷用的话呢 肯定是 记忆比较好的 那实际上的话呢 那个地方又是 所谓的清词的范围 它的技术体系 就是清词范围 所以密色词 包括在故宫 包括在法门市 包括其他地方看的话 这张博物干的话 都是 是吧 非常漂亮的 这种清词 那么为什么叫极品 就像我们看清花词 清花词其实 你找不到两件 完全一样的清花 因为它工艺 在发射 在烧的时候 它有变化的 它着色 橙色 有变化的 所以密色词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的话呢 它是我认为 它就是密色词的 就是什么 清词的极品 但是呢 它跟乳窑 北方的窑的话 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因为它那个 就工艺水平 包括胎质啊 包括右色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都呈现出 一种以资源的色彩 为最高追求的东西 可能一开始 就是意外的 后面就变成一种 变成熟练掌握 所以你看呢 南日耳清词 行腰北词 然后乳窑的话 那种什么天青等等 是这个概念 尊瑶的话 乳窑一色 需要万彩 那简单真的 清白词这块 你会发现的话呢 其实都跟这个地方的工匠 只能是在技术体系下 它不能什么都创造 所以呢 只能到 因为工匠在唐宋时期 它是会保密的 它不会随时 并便全给人家的 所以它是谋生手段嘛 所以到明清时期官员 才会把它 拿过来为皇帝服务 为国家服务 所以才会集成 这个概念 所以呢 宋代美学里面 像如窑 是吧 我认为它的美学 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你看它就是 完全一造型 完全一色诱 来起胜 谢谢 好 谢谢 现场 这边 最左边这一侧 也是 老师你好 刚才我刚突然想到 一个就是 您在那个 你的课本里面 提到个陆语吗 陆语它是 唐代的茶学家 我记得是 对 茶间 对 茶间 对 茶间它写的 我在想 你刚才在 他在评定那个陶词的时候 你引用了他一段话 就我在想 就是茶学跟陶词 他们在两方面 有没有一些 相互影响的一些方面 我想了解一下 先上提到了陆语 他这样能够 茶学家能够 对陶词方面 他有他的见地 那么陶词 对茶学 茶学对陶词 他们又会有些什么影响呢 谢谢 谢谢 这个非常好 非常专业 其实宋代的 像点茶豆茶 比如我们讲 像那个 建载 他就跟宋代的豆茶 然后青茶木 白色茶汤 所以黑色的 才给人家 显示那个茶汤来 那么北方的 比如说他那个瓷器 像你看 我们讲南方的 青池 茶色 茶色 什么茶色 丹 这个就是跟泡茶有关 而其实宋代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绘画 很多的一些作品 都是他的生活美学 你看包括我们刚刚看了 几张图画 都是茶器 所以茶器跟茶室 茶器是相互影响的 那锦能证过去的话 一茶二池 前日商人重力 清别离 前日服良买茶池 他就是服良的 所以应该是茶器 茶室 对瓷器 对瓷器的这样一种社区 是很有影响的 特别是建载 建载的什么 就是我们讲戴帽 黑油池 就跟宋代的豆茶有关 那么他只有那种黑色池 白色的茶汤 才能选出来的美学 是这样的概念 谢谢 好 谢谢 非常好的问题 那今天的互动环节呢 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 感谢李老师的回答 也谢谢他的分享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的内容呢 就进行到这里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 我们的周山医运 景德镇文人词画特展呢 将展出到4月5号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再次 或者是和亲朋好友 一起来到我们的展厅 再去看一看 那讲座的最后呢 我们还和大家 做了一个小小的互动 就是我们这 这一档讲座 有特别做一个 电子的问卷 当然也有同事 也有一些 观众也可以在 我们前面拿纸质问卷 希望大家呢 给我们提一些意见 或者是建议 或者是对这档讲座当中 这个展览当中 还有哪些想了解的问题 欢迎在里面填写 那现场填完问卷之后呢 是可以抽取礼品的 最后抽取的礼品呢 都在我们第一排 这个工作席这边领取 有非常多的礼品 欢迎大家踊跃地参加 多多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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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